之前的萧天耀很强 可他还没有强大到 能让四国不惜举全国之力 也要联手斩杀他的地步 可是 如果萧天耀今天一举斩杀了五位武神 那么情况就会不一样了 能一口气杀掉五位武神 萧天耀的实力足以让四国害怕 足以让四国皇帝不惜一切 也要将他除之而后快 在中央帝国强力干预下 四国名面上只有八名武神 加上私底下的 最多也就只有十几位武神 没办法 中央帝国对武神的术的控制非常严格 一国能多出一个就很了不起 而这多出来的还不能轻易暴露 不然被中央帝国知晓 只有被中央帝国带走的份 四国总共才八名武神 萧天耀今天要是把北利两位武神杀了 那就只剩下六位武神 萧天耀能一举斩杀五位武神而不受伤 那他拼一拼 以一对六位会是很难的事吗 四国的武神联手加起来 都不是萧天耀的对手 有一个这么强的人在 四国皇帝还能坐得住吗 南蛮西武和北利和萧天耀都有仇 就算萧天耀没有灭他们的心思 三国的皇帝也不会相信 而且他们也不敢保证 萧天耀日后会不会变得更强大 为了除去萧天耀这个潜在的强敌 三国皇帝必然不会手软 同样东门的皇帝也是坐不住的 萧天耀个人实力太强又有兵权在手 那么严重威胁到他的皇位 而且除了四国外 就是中央帝国的人也坐不住 陈强主便弱 陈属国的人太强 对中央帝国来说 本身就是一种威胁 中央帝国绝不会放任萧天耀活着 这世上不缺天才 缺少的是能让天才乱长的环境 萧天耀在武道一途 无疑是有天赋的 给他时间 他肯定能走得更高 这样的一个人 如果不能为自己所用 那就只能毁灭 对中央帝国来说 萧天耀绝对是不能为他们所用的人 别说萧天耀不会依附中央帝国 就算他俯首称臣 中央帝国也不敢用 谁让萧天耀不是出自中央帝国 如果世人皆认为 萧天耀的实力强到 可以同时能对付五位武神 绝对能震慑四国 甚至是中央帝国 可同样也会给萧天耀带来杀身之祸 莫清风知道刘白是萧天耀的亲信 他没有隐瞒 把自己猜到的都说了出来 看刘白一脸凝重 莫清风叛了口气 哎 王爷不是不想杀北历两位武神 而是不能杀 杀了 谁去宣扬萧天耀是靠下毒赢了三位武神的 不宣扬出这件事 那些人还不得把萧天耀当怪物 当头号大敌 刘白沉默片刻才道 嗯 是我 想事太简单了 说完 狠惯了自己一口酒 您喝得太急 直接呛住了 莫清风看了一眼 并没有说什么 同样拎起一壶酒 惯了一口道 我父亲说 王爷是个走一步算三步的人 莫家以前从不缠合这些事 可如果真缠合进来了 就会一条路走到底 王爷是个值得追随的人 他不需要我们替他想什么 我们只需要按王爷的命令办事就好 莫清风这话是在劝刘白 可何尝不是说给萧天耀听 可惜刘白没有听明白 事后也就没有和萧天耀说这件事 白白费了莫清风一番苦心 如莫清风所说的那样 萧天耀斩杀三位武神的消息 很快就传了出去 不过 众人关注的不是萧天耀的实力 而是萧天耀用来放倒三位武神的毒烟炸药 如果说 之前刘白对莫清风的话只信七分 现在就信了十分 接下来的日子再不敢多言 萧天耀叫他做什么他便做什么 想不明白也不多问 其实苏查以前不止一次劝说刘白 别打着为萧天耀好的旗帜去左右萧天耀的决定 刘白没那个能耐 看不到那么远 所谓的为萧天耀好 大多数时候都被证明是目光短浅的行为 可惜 刘白一直没有听进去 这次 莫清风一点一点掰开给他说 他总算是听进去 这事传到萧天耀的耳朵里 倒是让萧天耀对莫清风高看一眼 中央帝国三位武神战死 北历两位武神受伤 一二对一也不是萧天耀的对手 一时间东文将士各个士气高昂 恨不得打到北历皇庭 只是 没有三位武神坐镇 南蛮的像兵却像是疯了一样 一连数天都朝东文发起猛烈的攻击 这一次刘白不需要问人也明白 一定是中央帝国对南蛮施加压力 要南蛮尽全力打败东文 当然 也不排除南蛮看到东文太强 想要与北历联手压下东文的气焰 总之 国与国之间从来不存在什么友好 联手与背叛都是因为利益 好在东文这边有毒烟炸药 虽说无法大面积的在战场上使用 可用来阻挡像兵却是可以的 在南蛮的像兵失去战斗力后 局势很快倒向东文 消息传回京城 皇上大喜 大手一挥 大笔的赏赐流水般的涌进萧王府 至于之前花家大少一事 皇上这个时候也没空和林初九计较 事情都已经这样 他和林初九计较 花家大少也不会回来 至于林初九脸上的伤 皇上倒是能肯定林初九没有受伤 可是他没有证据 花锦荣来了一趟后 林初九就闭门养伤 而皇上这段时间也在养病 等到皇上病好 想要追究这件事 林初九先一步对外宣布 帝国花家送的灵丹妙药 医好了他的脸 此举也是为了告诉皇上 他用花家的承诺换了他的脸 这个说辞 别说皇上 就是皇后也不信 可不信又能如何 他们能找到证据吗 他们能去找花家对峙吗 不能 所以就算明知林初九在撒谎 他们也无法当面指责他 只能张之眼闭之眼 左右这件事对他们的影响不大 唯有帝国张家的人 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差点吐了一口老血 他们之前看萧王府关门闭户 萧王妃闭门不出 任何人都不见 便坚定地认为萧王妃被他们绑走了 萧王府是为了隐瞒萧王妃失踪的事情 才对外说萧王妃伤了脸 可是 现在萧王妃就出现在人前 他们要如何自欺欺人地说 他们把萧王妃绑走了 那么问题来了 他们绑走的不是萧王妃 那他们绑走的是谁 还有 萧王之前嚣张地放话 说张家绑走她的王妃 要灭了张家 又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这是被萧王和萧王妃 联手耍了吗 萧王妃